京都就是一个寺庙接着另一个寺庙 今天上午去京阁寺和三十三间堂 之后中午预定了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吃完以后下午就要启程去耐凉了 京阁寺的门票受建构最好的门票设计 或者说没有设计 它是一个京阁寺的守护服 完全的符合了这个景点的气质 京阁寺非常非常的美 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整个的园林设计 每一个石头每一棵树 都非常非常的完美 非常值得一去 现在要前往今天的第二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飘亭本店是米其林三星的怀石料理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高档的饭店 这家店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四百多年前他们家是一个茶馆 专门提供玉米其林三星的饭店 这家店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四百多年前他们家是一个茶馆 专门提供玉子 就是一种饭手当 却得难产自生香的 虔诚着甜甜肚子的 所以飘亭玉子 就像名菜流传到今天 只有我们现在这个本馆提供 怀石料理隔壁一家分馆中午的便当 便当就比较便宜 大概一个人五千多 然后怀石料理的话最便宜的 中午的华里关门 非常有意思 这是我的茶碗 这是他的茶碗 他的茶碗要更精致更美 我的就比较有质感 这是我的茶杯 他的茶杯 很可爱 是要戴骨要弱你 谢谢 谢谢 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纳梁真的虽然它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 但是它毕竟不是大都市 所以这里的物价相对于 渣谎 京都和东京非常便宜 这就是我们今天入住的 带有榻榻米的传统日式房间 面积非常大 是我们到日本以来住的面积最大的房 在家里的房间还要到的房间 在家里面上市场中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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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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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煮夾, 黄泥, 玉米糠, 香油, 煮的豕尾, 田嘅 松茲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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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家 我來吃飯 吃飯吃飯